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川 昨天晚上来了一批新的电动车 那么这批电动车它是国家标准车 可以实行上牌的 而且也是最新的款式 接下来咱们就来把它组装起来 看一下它这个车的质量 还有构造方面怎么样 咱们来看看这个是昨晚刚到的货 这个是小刀电动车 现在还没来得及给它安装 现在准备给它组装起来 像这些都是新的款式 而且都是带了这个国标车合格证的 全国各地都可以上牌的 像这些车它的设计还有生产 这些都是按照国家正规标准来生产的 来做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个车国标车的话 它首先像这个广光板 还有脚踩 还有咱们如果超速15公里 它会报警 自带的这个环道器 还有这个提示音 等一些正规厂的这些 基本上都有的 整车设计的是48V 12A的电池 那么对这个重量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咱们看看这个轮胎真功胎配备的是潮原轮胎 大力三的 那么这种轮胎也是品牌胎 质量还有这个耐用性都是非常好的 像这些品牌车它前面的这个刹车 还有后面的这刹车都是配备的大骨刹 这个刹车比摩托车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刹车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这款车配备的环道器系统 然后设计的这个电子显示屏 还有它自带的这个补电系统 那么一般的车是没有的 它这种小刀型就配备了这个补电系统 还有前面就设计的这个透视灯 增加的日行灯 所以对于配置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于这个左右边灯 也是设计的高配置 这些都是整车配备的这些零件 说明书 还有这个左右反光板 螺丝之类的充电器 脚踏板 靠背 咱们看到像这些柴角板 靠背 还有其他的小零件 像这些东西都是咱们需要 回来之后自己安装的 整车方面 从这个车架 还有塑胶壳的质量材质 都是非常的好的 咱们再来看看 新广国标车这个整体的外观 还有设计 跟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下 组装好的这些款式 还有车型 像这些都是刚刚组装好的 这边的车型也是刚刚装好的 这边也是刚刚到了货 现在前部的车都已经组装好 这里有20台 那么这个款式的话 还是比较鲜艳 比较新款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了 关于新车的视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关注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